稍微重点再回顾一下 上一次上课的话 我是有把那个上课录影 放在那个YouTube上面 并且呢 好像有这个寄个信件给大家 理论上如果你有留意没有信箱 我有把它这个丢到那个YouTube上面 那会有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会有八段的影片 那所以上一次上课的话 重点大概不外包含就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电信业者的号码 怎么样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当然最后我们是用test函数 那另外呢 也可以取得生日 那当然你要取那个日期部分 除了用test函数之外 其实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 比如说year函数 或者是说 你要取月份的话就month函数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 取得资料的时候 因为test函数是取文字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把它做一个比如说数字的群组的话 因为只有数字才能群组 那必须再用value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其实我们用了蛮多函数 才有办法把资料先整理好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先把资料先整理好 才能够丢给枢纽分析表 去帮你跑出最后的结果 OK 这个可能要蛮重要 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讲到有关这个台北市的住宅 切到点位的这个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的话其实 主要来自于那个网路上的开放资料 所以其实假如说各位要找那个其他练习的话 其实只要Google找那个开放资料关键字 那第一个就是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在上面找找看 可能跟大家有关系的相关资料 那这边的话其实它资料提供了蛮多的 资料集里面哦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找那个最好是CSV的资料 那这边可以关键字哦 比如说跟各位的那个专业 我看了一下那个协会的名称其实还蛮长的 我刚刚记这个名称 就不知道 你可以打像 像这里的话 如果我有试着找那个 我跟各位有关比如说这个姓氢好了 那这里的话其实它也提供了 政府机关也提供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啦 那如果各位要练习的话 其实不妨可以从这上面的资料 把它下载下来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最好 你这个资料呢 第一个最好是用CSV的 因为CSV的话呢 直接可以用也是有开 好这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呢 那个资料打开之后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它这边会告诉你说相关的栏位 然后这边的格式你可以点这个就下载 那检视资料最好点一下看一下 里面的话先确定一个地方 像这个是台北市提供的 它的编码方式是Big 5 Big 5的话呢 你用CSV开的话应该就不会是乱嘛 可是哦 如果你是UTL8 比如这边看到是写UTL8的话 那你下载 可能用那个ECL开会是乱嘛 除非说你的ECL是最新的 因为像我自己的电脑是用最新Office 365 那 UTL8也不会是乱嘛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 这个部分我看一下 这边好像 也有是UTL8的吧 如果UTL8的话下载 那记得就是说 可能 这个也是Big 5 好像前面我印象中像这个 这个资料 比如说像台南的 它有CSV UTL8 所以如果你用UTL8把它下载之后 打开应该有可能是乱嘛 比如说这个下载 它就download下来了 那把它打开 那因为我的电脑是比较新的版本 是那个 就是Office 365 所以这边看到其实不会是乱嘛 但是如果你是 早期的比如说ECL2010的好了 那打开也许就是乱嘛 那如果你要解决这个乱嘛的问题 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呢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按右键 那开启的时候 你可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解决乱嘛问题 你可以用那个 开启的时候 用记事本把它另存一下 其实记事本就可以把它转 转换那个格式 那转换的方式的话 你就可以这边开启旧档 这边可以另存一下 把它另存新档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在那个下方 会有一个编码方式 把它改成ANSI 那其实刚刚看到的那个 这个Big 5 实际上就是对应到的ANSI 那你把它存档 基本上就不会有乱嘛的问题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们要做其他练习的话 其实网路上资料非常多 光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 就有不升美举的资料量 OK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把那个 上一次的部分 分别再完成好了 那上一次上课的那个 首先我们是完成区 跟路接到这两个栏位 那主要的当然 我们如果需要 我们是希望说 知道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说 到底那个台北市的这个资料 感受到像下吗 这3000多笔 然后呢 总共这么多3000多笔的资料里面 哪一区的那个切到按键最多 OK 那当然你可以猜啦 可能也许自然比较差的 当然应该像林森北也许在中山区吧 那治安最好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新一 假设啦 你如果希望从那个 比如说治安差的 你当然希望治安尽量避开嘛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呢 到底哪一区的切到按键最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得到一个报表 那这要怎么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想知道说 台北市的哪一条 那个道路 切到按键最多 那如果你买房子的话 那避开那个地方 当然相对的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 失切的问题啦 所以呢 第一个 如果我要做 出像我们要的这个区的部分 另外最好是得到一个 我在这个 我们讲义里面其实也有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么 得到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结果就是说 哪一区 那各位看到了 这边是有个结果 那如果我希望得到的 就是类似像这样一个比例图 比如说呢 到底哪个地方最 切安最多 那我希望把这块饼 把它往外拉 OK 那怎么样可以做出像这样的一个图形 另外的话呢 上面最好有标签 那这个标签的话 最好是让我知道说 它是哪一区 然后占比百分之多少 把这个结果给搬到这里来的话 那我 该 怎么做 OK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是用 枢纽分析表 这边是用枢纽分析图 那做的方式的话呢 我大概 再把动作 再做一次 就是做一次给大家看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要产生枢纽分析表 之前你先确认一件事 你有没有这个栏位 你要分析的栏 那比如说区 有 OK 那有没有正确 有正确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游标放在这个资料范围里面的任何一个储存格都可以 按下插入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那它会跳出这个 你的范围是不是正确 假如说这个范围它选起来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就按确定 不过有的时候啦 假设你那个范围它选的不太对 它选的是 我这边选的A1到G的3040 应该是没错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是稍微再把它变更一下 按确定 那确定的话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帮我们 把刚刚的资料 另外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放在前面 然后呢 产生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枢纽分析表 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视觉化的图 那主要当然是在 这个右边的部分 那我们只需要做几个动作 其实呢 就可以把各区 的 这个状况 分别把它做出来 那怎么做 第一个你可以把区 拖拉到列的地方 那列的话是 主要我们要分析的栏位 主要分析栏位就是 那个区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所有的区 总共12个区 列出来 那跟前面的这边 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边的3000多笔 这个区是会有重复的地方 那这边出来是不会重复 另外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你按照 那个笔画排序 如果是数字 如果是文字的话 那如果是数字 它会按照大小排序 OK 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 第一个动作先把区拖拉到列 那再来我希望呢 帮我列出它的数量 那我要数量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把区拖拉到直 那它会帮我做什么呢 只要是40区的 它就帮我计数 计算几个嘛 它就帮我累加 40区一个 40区大同区一个 一类推 那你会发现 这样的话很快的就可以把 我们要的结果给算出来了 但是 最后的结果我希望怎么样 如果我希望按照大小排序 我希望呢 这个字案比较差的排在前面 字案比较好的排在后面好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该怎么做 也很简单 你就再做个排序就可以了 那怎么排序啦 资料 上方有个资料 OK 那其实讲以后 排序的话 可以 这个排序的部分的话 可以从资料里面 然后点选A到D就可以了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 就是A到D部分点选 所以这边的话 把那个A到D点选之后的话 资料里面A到D A到D是小的在上面 大的在下 那我们就Z到A OK 把它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就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 这个 切到按键 这个数量去做排序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什么 A到D A到D就颠倒过来 那资安最好的 看起来是大同区 然后资安最差的 切到按键最多的 那就是中山区 然后士林区 万华区 这几个区 当然也不太意外 不过比较意外的话 相对是 为什么大同区 相对的治安会 比较好 OK 他也临近那个万华 也临近中山 可是为什么 他的失窃率 所以住宅缺带 也比较少一些些 当然这个就可以值得去深究了 OK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已经把那个 枢纽分析表 给做出来 所以刚刚重点 特别注意我大概做了几个动作 一把资料 用枢纽分析表 放过来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把这个区 拖拉到列 再第二 这是第三个 把它拖拉到 这个这边 直的地方 那第四个的话 就游标放这里 然后呢 资料里面呢 把它做什么 Z到A的排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关键的地方 就是Z到A 这个是第四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 把那个 资料 给排序出来了 OK 那我们第一个 就是 已经做出了 这个统计表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做统计图呢 图的部分的话 假设 我希望做出像刚刚我们 这个 讲义里面看到的 各区住宅切到 按键比例 那我要怎么做 当然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做出这个之后呢 那我们 再来就是可以从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有个枢纽分析表分析 当然如果旧版的话 可能我印象中 好像旧版要分析吧 或者是 反正你们大概找一下 大概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就有个叫 枢纽分析图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现在 的 位置是放在 枢纽分析表里面 上方就会有这个 这个标签 可能名称不见得 新旧版一样 我记得好像旧版要分析 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边就可以 找到一个叫 枢纽分析图 那这个枢纽分析图就很简单 你就把它点选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个 四值条图 比如说数量 那它就马上显示出来 数量多到数量少 可是呢 我如果希望强调的是比例的话 那比例的话 通常我们会用到圆形图 圆形图的话 当然有立体的 有平面的 那我们用平面的好了 2D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大小调一下 OK 那最后的话 当然有两个地方不太一样 第一个上面的标题 你可以把标题改一下 比如说各区 什么呢 那个窃盗按键 各区住宅窃盗 比如说 各区 窃盗按键 例如像这样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怎么 再把这个字 常用里面字把它放大 然后把它改红色字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第一个 上面标题 第二个的话标签 因为你会发现上面没标签 你可以按右键 新增标签就可以了 那标签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新版 会有图缩的 有没有 它这边就显示出来 图缩的标签 OK 但是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新版的部分的话 就是会有图缩的标签 但是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我把它感受自己一下 复原一下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如果旧版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 新增标签 新增标签的话 它比较麻烦 就是说你加了标签之后 它显示出来会是这个数量 但是你想说 老师我不要数量啊 那我如果要 里面是中山区比例的话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再来你可能要变更一下 它这个标签的格式 那怎么做 一样按右键 所以两次右键 第二次的话就是它的标签格式 那你按下标签格式之后 请你注意一下 右边的面板会变动 请你把原来这个叫值 把值改成叫类别名称 把类别名称打勾 值打勾取消 那如果要什么呢 要的是那个旁边有百分比 你就把百分比打勾 这样就OK 可是最后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字都黑的 那有一些地方像黑的 这完全看不到 所以呢 我应该是希望把这个标签往外移 那往外移怎么移 其实你把这个面板移到最下面 把这个标签的位置 标签位置 改成叫中点外側 你会发现这样就OK了 中点外側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面板关闭 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当然将来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资料 如果你要在PowerPoint上面显示的话 你只要Ctrl-C 或者按右键复制 再Ctrl-V 贴到那个PowerPoint里面 就会有这个图表出来了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这一块柄 中山区我要凸显的话 那这块柄怎么往外拉 往外拉 其实很简单 就是点两下 对不对 第一下点全部 第二下点你要拉出去的中山区 这个时候你按住不要放 按住左键不要往外拉 这块柄就往外移动了 它可以再进来一点点 不然在上面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这个枢纽分析比例图 OK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资料准备好之后 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 其实就蛮容易的啦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就是把这个枢纽分析图的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 那我把那个共用先停止一下